今年以来,内地疫情反复无常,房地产市场遭遇严峻挑战,从多家机构数据来看,1至4月份楼市成交颓势延续,到5月住宅成交数据依旧在底部挣扎。 近日,中央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稳住楼市成为关键目标。楼市政策暖风频吹,细化措施也陆续推出。 业内人士接受香港《文匯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属于支柱产业之一。 加资很多关联产业,使得房地产成为经济的重要找手。要政策红利会让低迷的楼市仍来回暖。 在最近几次国务院相关会议中,都明确提及了房地产的相关发展要求。 5月1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明确。 城镇化市必然趋势。要穩地价穩房价。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六方面33项措施。 即稳经济一揽纸措施。会议明确。因承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产在各类稳经济会议中频频提起。 从者里可以充分说明其在当前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中的地位。 房地产的再三被提及。 显然是和近期楼市走势有关。 据近日宗旨研究院发布2022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总结与趋势展望指出。 今年一季度各地已发布房地产相关政策超百次。 但从政策效果上看。 企业资金压力上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部分企业债务违约进一步加剧扣房者观望情绪。 市场信心上未得到有效收复。 叠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影响。 3月楼市小阳春并未出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 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9,76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百分之20.9%,商品房销售额37,789亿元人民币。 下降百分之29.5。 亦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若俊告诉记者。 当前各地经济形势面临较较大的压力。 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各类产业都面临冲击。 一些政策的效应发挥也存在时制。 从数据来看。 今年内地楼市再错过金三银四之后。 进入5月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据二居研究院发布的5月全国百城住宅成交监测报告显示。 基于5月上中旬数据。 预测5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预计为1963万平方米。 环比预计增长9%。 同比料下跌58%。 楼市持续下滑。 直接会对经济数据产生显著影响。 严若俊告诉记者。 房地产贡献GDP占比一直比较重要。 2020年占比为7.34%。 2021年虽然回落至6.78%。 但依然是比重较大的。 若算上建筑行业一起。 两者比重肯定仅次于制造业。 他同时指出。 房地产行业也有较多关联产业。 比喻建材。 商业零售。 甚至金融等。 因此。 房地产的低迷会对经济。 民生造成一系列的影响。 除了中央对稳楼市的定调。 近日中央部委也发力推出够楼市具体措施。 5月15日。 人行公布下调手套房贷利率下限。 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20个基点,BP。 为2019年10月以来首次。 5月20日有下调与房贷相关的5年期以上LPR。 由4.6厘下调至4.45厘。 预计5月25日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 房地产业将继续有各类新政策。 以更好促进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严若俊强调。 稳房地产环有一个很关键之处。 就是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 如果其他经济不好。 产业不好。 企业不好。 会使得购房者的收入预期不好。 同样影响房地产行业。 反之宏观经济稳定。 产业经济提升。 都会促进房地产行业的进一步回暖。 山隐号。 5月是个的充满挣扎。 但又有希望的一个月。 严若进说。 观察5月份的预测数据。 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一是全国百城住宅成交数据总体处于底部挣扎的阶段。 尤其是对比2020年以来的月度数据。 当前位于偏低位水平。 二是4月份各地政策出台频率也较高。 但4月份依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环比下跌太小。 5月份有望扭转该走势。 使环比帐幅有积极的表现。 总体来看。 房地产市场总体向好发展。 预计5月份下旬数据将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 这可以助力5月全月成交数据的改善。 展望后市。 平安证券认为。 二季度末。 三季度初为楼市企稳的重要观察窗口期。 当前行业下行压力和房企资金风险盈存。 不过今年下半年内房行业有望逐步迎来政策宽松与销售复甦的蜜月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